抱歉 就和以前說的一樣 荒龍哥的精神狀態 一直不太穩定 給各位添了不少麻煩 他自己也經常為此自責 不錯 所以他對這些症狀相似的朋友們 也抱有高度的同情 我們荒龍護助小組 就是在這個奇跡下成立的 是的 他們其實都是非常正直純亮的人 只可惜 你至今沒有找到治療的方法 呃 不 我完全正常 你來得正好 上山先生 這位朋友可以證實我的說辭 相比他人 荒龍哥確實更容易突然興奮 情緒高漲 而我們荒龍護助小組的成員 內心也都是非常淳朴善良的 是 既然連旅行者都來給荒龍派作證了 難道一直以來 我們都誤會荒龍派了 嗯 好像有點道理 聽大和田羽莉講 荒龍派的二把手流過學 又精通律法 我說為什麼這種人才 會甘心留在荒龍派 可是 他們三個到處亂貼小廣告的事 證據確鑿 好 已經有不少居民來向我們投訴了 就這麼釋放的話 我也沒有點說不過去 關於這點 請允許我再次向您道歉 阿守他們 也是希望通過這種方法 來幫助到更多有困難的朋友吧 只可惜 太過急於求成 給大家添麻煩了 荒龍護助小組 會負起全部責任 儘快還大家一個 乾淨整潔的生活環境 但要把這些小廣告都清理乾淨 只靠我一個人 效率恐怕會有些低 除非 能叫上他們一起 如果時間拖得太久 不知道投訴會不會增多 到時候 只怕又要麻煩各位來處理了 這 好吧 我去把他們都帶出來 下不為例了 好 終於得救了 我就說人家不會放著我們不管的 哇 荒龍派復活 不好意思 他們一想到可以為挺接服務 情緒都有些激動 我說你們 一定要把那些小廣告都好好清理乾淨啊 還有 別忘了和居民好好道歉 爭取原諒 當然 請您放心 你們說是吧 啊 是 當然 我 我們保證完成任務 到底該不該放了這群人 給我整出什麼新亂子吧 啊 不行 噠噠噠 那 仁姐 我們就 先去道歉了 我 我們趕緊走吧 吃了的話 慢著 呃 今天又是到处乱贴小广告 你们一个月到底要进去几次才肯罢休 这 这回我们贴宣传单 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荒龙派的大名 不用解释了 本来还想去乌有亭办正事 现在看起来 还是得先让你们长点记性啊 救命啊 你先行好 救人就到底 不然 不然还不如把我们留在凤星所 不必可怜他们 这是应得的教训 对对对 人姐 还是先让我们去道歉吧 这万一又有人向凤星所投诉 我们不就又进去了吗 到时候又得劳驾人接你 你说是不是 哼 那就回头再教训你们 所以 你们都把广告贴到哪些地方了 这个嘛 呃 是村屋的柜台上就有几张 呃 我们想着 说不定坐下吃饭的人会多看几眼 呃 还有九十九屋的高市板 还有 呃 呃 这个 那个 说 是 是 还有名神大蛇下面的山道上 我们想说 求神不如来求荒龙派 可是还没贴几张 却有一个好恐怖的狐狸女人 突然从背后出现 哎哎 不要逼我们去回忆啊 总 总 总之 等我们回过神 就已经被抓到凤刑所了 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到了凤刑所 反而安心了不少 啊 是啊 好歹是从那个女人手里逃出来了嘛 哎 人姐 你的脸色怎么 果然 还是先送你们上路吧 已经不是教训了嘛 都要直接上路了嘛 救命啊 不行 只有神社不行 人 人姐 我们先去跟 看兵卫老爷道歉了 呃 再见了哈 呃 对对对 还有魁老板呢 哎 呃 等等我 这群家伙 平时怎么不见这么能跑 嗯 招惹谁不好 偏偏惹上了神社 哎 这下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嘛 倒也不是有没有交情的问题 哎 罢了 有你在的话 说话也方便些 能够一分是一分 我连一秒都不想在神社待着 总之 就有劳你陪我走一趟了 来啦啦啦 嘿嘿 嘿嘿 哦 哎呀 小家伙 你怎么来了 嗯 还跟着一位希客呢 公司大人 我是来为荒龙派的事情道歉的 我们会负起责任 清理掉所有的宣传单 并对神社的损失 并对神社的损失做相应的赔偿 希望公司大人能原谅他们的无礼 哦 原来是为了那件事 哎呀呀 这下可难办了 这里毕竟是名神大社 如此行进 枉重了说 可是对将军不敬 要不这样吧 眼下我已派了一名巫女 去处理你们的小广告 所以神社里少了些人手 作为补偿 就由你来顶替这名巫女 在神社接待一日来客 如何 请容我拒绝 哦 拒绝得可真快 不过这样真的好吗 若是让天守阁听闻了此事 居然 小家伙 几日不见 学得还挺快嘛 的确 被谁抓住弱点都无所谓 唯独这个女人 好吧 就做一天巫女 但先说好 只此一日 下不为例 另外 巫女符我绝对不穿 绝对 唉 那还真是可惜 喂 怎么连你也 就这么办吧 神社里已经来了几位客人 你可要好好接待啊 我知道该怎么做 哎呀呀 一转身就走了 真不留情面 且慢 你有没有兴趣 也来做一天巫女 在我的神社里 当然是我说了算呢 再说了 你就真忍心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 对 果然 还是想留下来陪她吧 放心吧 我会好好付给你们报仇的 尤其是你的那份 绝对值得期待哦 哎 哎 到底该不该冒这个险呢 哎 你们 你们是 巫女 现在的巫女 这么多元化了吗 不愧是名神大赦 其实我最近 遇上了一笔生意 说是只要资助一艘海外的商船 就能在三个月内 拿到本金四成的利润 我有不少朋友 都已经拿到回报了 正想找我一起加大投资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总不踏实 就想来神社 问问名神大人的意思 我也不说坏 看她是迷迷糊糊的 神社里的签文 多半都是这么模棱两可的东西 难道 神明是要我明天再来求一次 要是明天不中 浩天再来 有这时间的话 多调查一下 这个所谓的商船如何 我听说有一种骗局 是捏造一项子虚乌有的投资 向人许诺短期内的高额回报 但实际上 只是在用新的投资 作为盈利付给之前的投资者而已 因为确实看到有人受益 后来的投资人 就会越滚越多 直到布局者决定收网 带着摩拉消失无踪 这...这么一说 他们确实没跟我提过商船的具体航线跟规划 只要说是海外 模糊详细信息 就可以筛掉一部分有心力去甄别追查的人 这也是布置骗局常见的手法呢 不... 竟然是这样 名神在上 还好没随便答应 一定是神明也听到了我的困惑 对对 谢谢巫女小姐 说起来 总觉得以前在神社里 也听到过这种风格的建议呢 只可惜那位巫女 后来就见不到了 是吗 真可惜 不过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先回去 提醒你的朋友了 啊...对对对 我这就回去 让他们多小心点 希望她的朋友 也能及时收手 嗯 谁说 那边还有客人 去看看吧 就算是也变得开阔了 思路也不会跟着开阔啊 你们是... 巫女 现在的巫女还...还真有心意 是总编大人的创意吗 难怪这么...不同寻常 唉...不像我 写什么都没有心意 还得到神社祈求灵感 那你求到灵感了吗 没...没有 一定是我心还不够成 等明天我再来一趟 一定能感动神明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 到各地去走走看看 灵感来自日常的积累 多去些地方 多认识些人 也就有更多的东西 在一个地方 接触的也都是一样的事物 写不出心意也很正常 这...这么一说确实 我好久没有出去采风了 说起来这位巫女小姐 好像有点眼熟 我们以前见过吗 就在这神社里 没有...你认错人了 面部识别能力下降 也是不常与人交流 容易引发的问题 居然还会这样 我...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 马上出去旅行 你问面部识别能力 是不是真会下降 因人而异吧 比起这个 前面好像来了新的客人 快过去吧 好 老婆婆 请稍等一下 我们马上帮您安排 唉...好 不急...不急... 怎么了 你们来得正好 这位婆婆想为快出国的孙女求一枚玉手 但现成的玉手又正好不够了 可以拜托你们去准备一下吗 布囊和神结可以在两侧的摄殿附近找找 内服用的纸片可以温温麻迹 嗯...至于内服提写和制作的流程 应该也不用我多说吧 嗯...这就够了 嗯... 啊... 哈哈...那玉手就有劳你了 我先带婆婆去净手 一会儿就在神阴前见面吧 哎呀...真是麻烦你们了 名神保佑 祝你们万事平安 嗯...不能已经找到了 嗯...不能已经找到了 啊... 那服用的纸片 我这里就有几张 不过...我现在没有带笔 不碍事 我来写吧 啊... 神结... 那孩子应该没在找到 我一定会没在找到 你... 最好... 都收集完了 拿去交给那位婆婆吧 你们来了 御守已经准备好了吗 还差内服尚未提携 稍等 来 老婆婆 请在这边祈愿 名神大人在上 保佑小孙女此心离家 一路平安 这种需要正经巫女的场合 还是交给道成吧 不适合我 有些事情 凭凡人的手段已经无法做得更好 也只能向神明祈祷了 何况她的孙女拿到御守 自然会明白婆婆的心意 行事多少也会更稳妥些 从结果来讲 也是有意的 我看不惯的 只有那些自己不曾努力 也没有主见 却是是仰赖神明 反而忽视自己与身边人的家伙罢了 不 与这无关 我不想当巫女 纯粹是因为不喜欢 比起这个 那边好像快结束了 我们过去送送吧 实在太谢谢了 等孙女明年回来 我一定叫上她一起来还愿 不必客气 老婆婆 回去的路上 记得小心脚下 好好好 不用担心 这条道啊 我已经走得很熟了 说起来 还没谢过这位 巫女 多谢你准备的御守了 我一定嘱咐孙女 好好待着 不客气 职责所在而已 我们可有好久 没在神社见过了吧 你终于回来了吗 您认错人了 是吗 难道我的耳朵 也不好使了吗 奇怪啊 声音明明和以前 一幕一样啊 就是那位 不怎么说话的巫女 哎 不管怎么说 明年回来还愿的时候 希望还能听到 你们的声音啊 唉 不错 以前因为家里的安排 在这座神社见习过一段时间 可惜 只记得每次出门 家里人聚聚不离 要恪守礼节 牢记条例 每次从神社回去 又被追着问 行事又没有冒犯客人 举止是不是合乎规矩 却没有听到过一句送别 或是欢迎回来的话 后来 我一气之下离开了神社 为了找份巫女以外的工作 我学过账务 也做过编辑 还考过厨师什么的 平时带着面开 也是不想让人认出来 免得总被问东问西的 哼 哎呀 今天还真是 让我看了一场好戏呢 你们有没有兴趣 接着做巫女 或者来八重堂当编辑 这么有气的人 随便放跑 随便错过了可不好 树南从命 公司大人 神社和八重堂的待遇很好 但不适合我 哎 好吧 硬是留你在身边 也只会把有趣的东西 变得无趣而已 呐 这是收好的工资 一摩拉都不会少了你们 工资 我就不必了 公司大人 我今天来是为了赔罪 放心吧 我已经从你的那份礼 折去他们胡闹的损失了 这工钱要是现在不结清 我也只能回头再派人 把这包裹送去黄龙派了 嗯 让谁去好呢 阿信吗 不劳公司大人费心 这工资 我收下就是 很好 那小家伙你呢 你总没有拒绝的理由吧 这才对吗 啊 还有一件事 你们记着 这包裹要等到离开神社才能拆开 否则 可是会有不幸缠身的哟 那声包裹 是什么说话太明白了 到这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那女人向来如此 说不定里面装的 只是普通的魔拉 我来看看 果然只是魔拉而已 没什么 只是树木有点惊讶到我了 巫女的差事 还真是赚钱啊 那是当人 摩拉可买不来自载 你的那份呢 没有扣除补偿的话 应该会更多一些 奇怪 怎么只有薄薄一张 等等 你在笑什么 要是姐姐能和我一起捉迷藏就好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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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